联雅生计将于6月底递交其中分析报告 及其他技术文件到食药署 完了两个多礼拜跟上高端的脚步 联雅疫苗日期期中报告总算出炉 血清养软率成年组就19岁到64岁 施打疫苗组是达95.65% 强调临床试验都没有产生严重不良反应 拿出数据19到64岁血清养软率达到95.65% 而65岁以上长者血清养软率88.57% 综合抗体效价为102.3 在和高端的相比 不分年龄血清养软率99.8% 综合抗体效价达到了662 而20到64岁血清养软率99.9% 综合抗体效价733 明显高端的数据都比联雅还要高 不过联雅特别提到疫苗试验能对抗变种病毒 这些资料还得经过食药署三大方向审核 除了品管包装和制造得检视 再来要看安全性多少比例有不良反应 第三关更要评估中和抗体效价 就是因为二企还看不出保护力 食药署要用AZ疫苗刀标准 两家国产高端和联雅当实验组 要跟不逃200位打AZ的医护相比 若抗体效价赢过AZ才能算过关 高端已经申请积极授权 联雅也加紧脚步 就比谁的效价能超过AZ 才能抢下EUA门票 TVB的新闻最后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